新聞社群要帶大家來關心劇本家的消息 自己設立美術館丟美術在七月以後正式結束 自己市政府在今天特別推出 侏羅派的明天論壇 邀請美術館以及文聳三個家的學生轉家 和在地的藝術館 探討跟自己美術館的定位 丁總 提供 教育 英文 文聳 未來的電盟以及自己設立藝術銀行的科形成 希望透過與藝術館的討論 順遇出境適合在地文化的發展模式 侏羅派的明天論壇 11月開始一天兩天在港議市立美術館就必須頂著 要接來自文化創意 三月街的行者增加 和在地的藝術館 共同烏迴討論 港議市長吳明輝 親自施設定義 去台各方的黨透過論壇 領起共識 推動港議的事和人文 驚訝飛鴻 再現為多的生命 藝術論壇 讓大家能夠凝聚共識 集市廣益 來共同為嘉義市未來的美術館 找到我們的定位 找到我們的發展 找到我們更好的文創的產能跟力量 我想這是長期以來嘉義化都 能夠留下來最寶貴的資產 我們應該把這樣的資產不斷地放大 不斷地找到更好的能量 一起來推廣 所以其實論壇只是讓我們找來更多的專家學者 給我們更好的方向 跟我們在地的藝術界 大家做交流 諸羅派的明天 論壇在11號和12號 英文 文創 和未來的展望 還有嘉義市 設立立基金堂的可行性 當時也來發表相關的主題問中 作為未來美食館幾位的重要參考改良 西新新聞 東京平翁秋山 港義市 蔡宏報道